幸福配合教育部体育宿运动爱台湾计划 国民体育制全民健身活动 在新立体育场办理国民体育制多元体育系列活动 及体育有功能源表扬活动 为了感谢推展体育有功单位技能员 副县长陈振生颁奖表扬 感谢他们对南投体育发展有心与付出 我们举行了一个运动有功的人员的颁奖典礼 那另外就是就我们平时办理活动的一个操作过程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尤其参加全国的赛事 在全民运动以及原住民运动会里边 其实我们都创造了非常多的佳机 那利用今天国民体育日的同时 我们进行有功人员的表扬 就是我们这个国秀 国中 国中的校长来专业的支持 支持我们的全中运的选手 我们这个活动人就有这么好的成績 有因为有全中运 才有全国运动会 才有全民运动会 我们都是全国的白名 全国名 这真的要感谢母后很多的英勇 来丁力的支持 体力及国力为强健国人体魄 推动全民国力运动 国民体育法明定每年的9月9号 为国民体育日 幸福与趣味多元化的创业活动 结合体育相关产业及体育团体 努力民众多运动 达到全民建设的目标 我们南投县这近几年来推广 这个体育以及体育竞赛的成绩 非常的好 所以这也要感谢在场所有每一位 老师校长教练还有选手们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借由这个机会 也要特别来参与来感谢你们 所以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看到所有我们选手跟教练 还有老师平常的认真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所有的 这个不只是南投县民 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体育 重视健康 就有今天的表扬大会呢 表扬我们既优的一个选手 以及我们优质的教练 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表扬机会 让我们运动力能够提升 同时运动力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竞争力 健康的城市 健康的国也能够看到 我们南投县不只是观光的一个大县之外 我们相当重视国民的一个身体健康 推行体育有工人员的表扬典礼 特地来这里宣导人口及住宅普查 人口及住宅普查是十年办理一次 那我们县政府跟各个公所会在11月8号到11月30派员面坊 这里呢要请乡亲配合的是今年有开放网络填报 11月1号就可以开始上网填报哦 我们会有百万毫礼的抽奖活动 最高奖项是十万元的商品礼券 陈佛欣祥表示 南投县体育活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创下了许多不错的成绩 当中除了归功于运动员的努力 也要感谢赞助商 学校 教练 选手的家长 兴起在活动颁奖表扬 感谢有功能源 希望魏蕾将运动纳入民众生活中的一环 让大家更健康快乐的生活 关首都 记者彭云光 南投县体育活动报道 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